她是秦怀八雁中的最传奇 当年渴望唯美爱情的她 有过怎样的情感历程 嫁给吴三桂为妾 是被逼无奈还是她心甘情愿 她的人生有着怎样的结局 而最新发现又将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意外呢 精灵传奇正在为您解密 大家好 欢迎收看江西卫视精灵传奇 我是冠之 我们节目正在今视频APP上同步直播 有一句话或者说一句诗 你肯定听说过 痛苦六军据搞诉 冲冠一怒为红颜 这个红颜指的是谁呀 就是当年秦怀八雁当中的陈元元 那这句话要怎么来说呢 或者说怎么来的呢 那是公元1644年 闯王李自成率大顺军攻破北京城 崇祯皇帝在景山上吊自杀 大明王朝宣告命 紧接着李自成修书 给正在山海关抵御清军的宁元总兵 吴三桂劝他归降大顺政权 一番权衡之后 吴三桂答应了 也率部返回北京准备面见李自成 可不料走到鸾线地界的时候 京城传来一个消息 让他是怒不可遏 什么消息呢 说李自成的部下刘宗敏 当时赫赫有名的权将军 带兵冲进了吴三桂在北京的府邸 掳走了他的爱妾陈元元 得此消息 吴三桂吼出了一句 大丈夫不能保一女子和面目见人业 于是他转了为山海关 不仅打开城门放清军入关 还与清军一道联手 一举击溃李自成的大顺军 由此便有了满清王朝入主中原 而因为此事 明末的诗人吴伟叶 写了一首原原曲 其中四句是这么写的 顶服当日气人间 破敌收惊下御官 痛苦六军剧搞诉 冲冠一怒为红颜 冲冠一怒为红颜 就这么来的 而也因为这首诗啊 这陈元元的名字 在民间是广为人知 不过人们对陈元元的评价 却是褒贬不一 有人说他是红颜祸水 有人说他是具有魔力的油 也有人说陈元元不过是历史大潮中 不能掌控自己命运 被男人抢来抢去的一个苦命女子而已 那么作为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人物 陈元元究竟是个怎样的人 她有着怎样的出身 在历史的大潮当中 她真的只是一个不能掌控自己命运的弱女子吗 既然位列秦淮八宴之一 她又怎么成为了吴三桂的小妾呢 她的结局如何 而最新的考古 关于陈元元又有哪些惊人的发现呢 接下来咱们就来还原历史上真实的陈元元 首先要说的是陈元元本不姓陈 而是姓邢 名字也不是我们熟知的元元 而是元江三点水 一个货源甲的元元 她出生在一个货郎之家 因为母亲早逝 从小被苏州的姨娘收养 于是跟随姨父姓了陈 只可惜啊 明末这天下纷乱百叶凋零 姨父家的日子过得呢也很艰难 于是稍大的时候 姨父便把它卖进了黎元系班 俗话说 是金子总会发光 黎元系班虽然属于当时社会的底层下层吧 但是有些人的风华 就算是坠入泥潭也掩盖不了 陈元元大概就属于这种 首先是她的容貌 当时有文人描述啊 容辞心雅 俄秀一风 美得非同一般 其次是她的唱功 一登台开枪 观者未知混沌 所以很快 她就成为了黎元界的 这个戏班子的台柱子 成了腕儿 而且是大腕儿 这也是陈元元能够位列 情怀八雁的主要原因 那么说到这儿 我们要颠覆很多人 一个传统的观念了 什么观念呢 在很多人看来 当年的秦怀八雁 虽然很有名 可是在那样的时代 作为女人 她们毕竟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 她们最终不过是 男人眼中的游物而已 可真的是这样吗 对于大多数女人来说 可能是这样 在那个年代 嫁人是唯一的出路 单身或者手管的女人 很难生存 然而这条定律 在秦怀八雁这儿 不起作用 您来看啊 秦怀八雁当中 马香兰是主动选择单身的 便宇金和叩白门 虽然嫁了人 却敢于主动离婚 至于柳如氏 董小婉 顾恒波 这些人的夫婿啊 都是他们主动选择的 而李湘君呢 虽然巡抚下聘 全市滔天 他却敢于以死抗争 这也才有了 后来著名的桃花山 那么您想啊 和这些人相比 如果陈元元完全没有财情 没有能力掌控自己的命运 而只靠美貌 就能和这七个人 并称秦怀八雁吗 显然是不行的呀 那么陈元元到底是个 怎样的人呢 可能啊 通过陈元元对于感情的选择 我们可能了解一个大概 这里咱们重点来说说 他和江南才子冒屁江的 一段故事 冒屁江 忽必烈第九个儿子 镇南王脱欢的后代 据实料记载 此人十岁能写诗 才华横溢是冠绝江南 有着东南秀影之雅号 当然了 这个冒屁江还有一大特点呢 就是风流替躺 而关于冒屁江的风流呢 曾经有人拿他和 有着江南第一风流才子之称的 唐伯虎做个比较 说如果冒屁江早生一百年 唐伯虎是第一的称号 肯定要让给他 那么冒屁江和陈元元 是怎么认识的呢 那是重振十四年 也就是公元1641年春 冒屁江因为 省亲横跃途进宿州 本就风流不羁的他 早就听说了陈元元的名头 于是呢 决定会上一会 二人初见 冒屁江在回忆录中 是这么描绘陈元元的 其人淡而韵 盈盈然然 一胶俭食 被固相寻 真如孤乱之在烟雾 那天陈元元演了一腔的红梅 冒屁江则说 如云出秀 如珠在盘 令人欲献欲死 对于冒屁江的才名 陈元元也是早有耳闻 结果才子家人相会 来了一个意见钟情 必须说 陈元元虽然此前和一个 叫做周叔的书生 以及江音大户公子 贡若府 先后有过两段交往 可这次对于冒屁江 他可是震动了心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初次相见 很快别离 因为相互倾心 两人约好八月份再见 可是冒屁江没想到 等到八月份 他再去苏州 得到的消息却是 陈元元已经被 大有势力的人 抢走了 史料上说 听到这个消息 冒屁江当时表现得 非常失落 可是他没想到 就在这个时候 陈元元呢 意外地出现了 在他面前 怎么回事呢 原来陈元元得知 那个很有势力的人 想要抢他 于是就安排了一个替身 他自己躲了起来 就等着冒屁江 回来找他呢 不仅如此 第二天 陈元元还冒险 来到冒屁江 停船之处 求见了冒屁江的母亲 当天晚上 他更加明确地 对冒屁江说 我现在已经是自由身了 我想嫁给你 今天我还拜见了 你的母亲 你的母亲很喜欢我 所以你不要推辞 娶我 那么通过这件事情 你感觉真实的陈元元 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还是那个只会在 离元妓院里 取悦男人 而不同事实的弱女子吗 显然不是啊 首先很有势力的人 想抢他 他事先就已经能知道 说明他消息灵通 那么安排替身 说明他心思缜密 有办法 而为了嫁给 自己清新的冒屁江 不惜冒险 去见冒屁江的母亲 更向冒屁江主动表白 说明他大胆 勇敢 不缺主见 那么既然陈元元 对冒屁江如此清新 何以他后来又成为了 吴三桂的妾室呢 这还得说 那个很有势力的人 那个很有势力的人 是谁啊 是崇祯皇帝的 崇妃 田贵妃的父亲 国丈 田红玉 你可能会觉得奇怪 国丈不应该待在京城里吗 怎么会跑到苏州来抢人呢 民间有个说法 说真正改变 陈元元命运的人啊 是谁啊 正是当时的皇帝 崇祯哪 原来 面对大明王朝的 内忧外患 崇祯皇帝 却没有能力解决问题 只能是每日在宫里边 查不思犯不想的哀声叹气 田贵妃看到之后呢 于是就让父亲去找啊 有才情的美女 来讨好皇帝 给她解闷吧 田贵妃这么做 并不是真的关心皇帝啊 她这么做为的是什么 争宠 还是争宠 那么跟谁争宠啊 崇祯皇帝的周皇后 所以就不由得让人感慨啊 国家危难之际 后宫竟然还在用美人 来争宠 这样的王朝 怎能不亡啊 那估计说到这儿 有人要吐槽了 田红玉不是只抢到了替身吗 又怎么会改变 陈圆圆的命运呢 之前因为陈圆圆的巧技 田红玉确实只抢到了替身 可是她很快发现不对 于是就再次行动了 而这一次 陈圆圆决定心甘情愿 被田红玉抢走 这是为什么呀 因为茂皮江啊 最终让陈圆圆失望 伤心了 那天晚上 虽然陈圆圆的表白 让茂皮江非常感动 她也给陈圆圆写下了定情诗 但是后来陈圆圆多次催促 茂皮江来旅行婚约 或者来探望一下自己吧 茂皮江却再也没来过 为什么会这样呢 原因很简单 因为当时的社会风气 文人名士可以和妓院家里交往 那是风流 可是如果真要跟妓女结婚 那名士的声誉肯定要大受打击 所有人都会指指点点 茂皮江表面潇洒 内心却很传统 很在乎这些 而陈圆圆在几次催婚无果之后 也就看清楚了 明白了茂皮江的真实想法 所以啊 失望了 伤心了 而当田红玉再次来抢她的时候 她也就不再用替身来搪塞 那么既然田红玉抢到了陈圆圆 原本是要献给崇祯皇帝的 而最终得到陈圆圆的 又为什么会是吴三桂呢 咱们下节说 出道京城 陈圆圆有过一段怎样的际遇 嫁给吴三桂为妾 是被逼无奈还是心甘情愿 当年吴三桂兵变 她为何神秘失踪 而隐居贵州马家寨的说法 又是真是假呢 历史上真实的陈圆圆 江西卫视经典盘机 正在为您解密 上节说到 因为对爱情的失望 陈圆圆选择跟着田红玉来到了北京城 当时陈圆圆的身份是田府的家乐演员 也就是家绩啊 那么身为田府家绩的陈圆圆 为什么最终没有进攻 而成为了吴三桂的妾呢 关于其中的原因 有这么一个说法 说田红玉到北京之后啊 宫中传来噩耗 她的女儿田贵妃啊 死了 女儿一死 田红玉的国账身份 可不就不值钱了吗 更何况 崇祯此时也是尼布萨过河 自身难保 不过虽然皇亲靠不住 可田红玉不怕 因为她善于钻影 田贵妃刚死 她就毫不犹豫地抱上了军中实权派 官宁总兵吴三桂的大腿 那天呢 她就在家里边打 吴三桂请来喝酒 酒憨而热之际 歌舞助兴 用史料上的话来说就是 出群姬条丝竹 皆书秀 一旦庄者 捅诸美而先重音 情艳一交 而这位旦庄立志者 正是陈圆圆呢 眼见着有如此美貌的女子 还能有如此美妙的声音 吴三桂自然也就 不绝起神仪心当也 这样的桥段是不是很熟悉啊 比如说当年吕不韦把赵姬献给营一人 就这样 田红玉认为这个陈圆圆 可以作为她交往吴三桂的筹码 于是就任她做干女儿 将其许配给吴三桂 那么按照这个说法 陈圆圆成为吴三桂的妾 也是被逼无奈的 可事情真的是这样吗 有学者研究发现 不尽然 为什么 有一本书叫天香阁随笔 里头记载了陈圆圆这样一件事情 说当年江音的大户贡修灵 她的儿子贡若府 曾经重金为陈圆圆赎身 要纳她为妾 可是贡修灵见到陈圆圆后 大惊说此贵人啊 贵不可言 在和陈圆圆一番交谈之后 竟然纵之去 不择赎金 就是说谈完话之后 就放陈圆圆走 这个赎金的事不谈了 您爱怎么样就怎么样 那么两个人谈了什么呢 陈圆圆没说 贡修灵也没透露 后事就不得而知了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 陈圆圆通过谈判 成功的说服了贡修灵 还有后来刘宗敏的事 开篇我们说了 刘宗敏率部闯进吴府 将陈圆圆抢去了军营 可是后来呢 在吴家三十余口 性命不保的情况下 陈圆圆依然再次脱身 这又说明什么呀 说明陈圆圆的谈判能力 交流能力极强 她肯定不是一个简单的 只负责貌美如花的女人 更何况 田红玉第一次抢她 就被她提前得知 还以替身得以逃脱 那么您想 这么一个女人 那简直通兵法呀 她还会是一个 柔弱无力的女子 会在被逼无奈之下 下嫁给吴三桂作歉吗 那么我们再来看看 吴三桂的情况 史料上说 三桂聚耳聋 无需 瞻事故盼 尊严若神 严陵将军美风姿善骑舍 驱干不慎尾硕 而永利绝人 沉挚多谋 颇以风流自赏 这是一副什么形象啊 美男子啊 而且还是那种 很内敛的 不张扬的 很深沉的那种美男子 当年吴三桂有个绰号 人称美少年 吴三桂不仅人长得帅 鹦鹉过人 年少成名 从刚刚那段话里面说 就是身材不是很壮硕 没有很高大 仅此而已啊 如果说要缺点的话 仅此而已 那么他在当时的上流社会 那是拔尖顶尖的人物 我们看吴三桂所写的名片 瞿奎不减三患二难 以及他后来在这个云南的京营 不得不承认 吴三桂在政治经济 以及军事上 才能是确实出类拔萃 有着独到之处 而这样的人物 怎么能不是陈圆圆这种风尘女子 心中的家偶呢 一见倾心也不为过呀 看一个事实 那就是从陈圆圆嫁给吴三桂 她便再也没有另觅安身之处 就包括她被刘宗敏劫走 后来她也没有乘乱逃脱 而是最终又回到了吴三桂身边 学者认为 综上所述充分说明 陈圆圆嫁给吴三桂作妾 那是她心甘情愿的选择 而且后来的事实 咱们不说史学家评价的对与错 就说吴三桂对陈圆圆 恩爱于常 不离不弃 不惜背负骂名 也要邪美同归的态度 也充分说明陈圆圆的眼光 非平常女子可比 好 那么接下来咱们说一个关键问题 陈圆圆最后的结局怎么样了 关于陈圆圆的最后结局 民间一直有两种说法 一种说法陈圆圆年老色衰之后 在贫习王府渐渐失从 于是她脱下公装 披上道袍 以青灯为伴出家了 至于在哪座道观出家不得而知 还有一种说法呢 说是公元1678年 吴三桂兵败去世 清王朝下旨灭 吴三桂九族 陈圆圆成乱离去不知所踪 哪一种说法更接近真实呢 不得而知 但是我们知道 最近几年 关于陈圆圆最后的下落 又出现了新的说法 说吴三桂起兵失败之后 陈圆圆带着一只吴氏子孙 隐居到了贵州的马家寨 在那里 得享天年 来看这里 这儿就是贵州省 岑拱县水尾镇马家寨 在当地的狮子山下 有几百座排列整齐有序的墓种 有专家考证说 这是吴三桂后代的墓地 其中十祖墓就是陈圆圆之墓 墓碑是倾雍正六年所立 碑文上刻着 故先比吴门涅士之墓未夕 估计有人要说了 既然是陈圆圆的墓 为什么墓碑上写着吴门涅士呢 有这么一个说法 说是为了躲避风险 同时呢 这个心中又有个念想 什么意思啊 说这个涅是 这个涅是有深意的 什么深意 说陈圆圆名叫这个行圆圆吗 后来跟姨夫改姓姓了陈 那你想想看 什么行和陈啊 都是什么偏旁啊 耳朵旁 所以吴氏后人用双耳涅 做了陈圆圆墓碑上的姓氏 这个说法我觉得不太靠谱 因为在实行简化字以前 涅子可是三个耳朵 不是双耳 这个说法咱们就先搁在这儿 再来说这个马家寨的名字 通常来说呢 地名叫马家寨 寨子里的人应该姓马才对啊 可是贵州这个马家寨很特别 全寨人都姓吴 这就有点奇怪了 既然全寨人都姓吴 那为什么不叫吴家寨 而叫马家寨呢 当地人传说 当年陈圆圆带着吴氏子孙 逃到这里 是由吴三桂的首席军师 马宝护送的 所以后来建寨子的时候 为了不引起清朝政府的注意 同时也为了纪念马宝护助有功 就用了他的信给寨子命了名 还不光是这个 就在这个马家寨 也一直流传着陈圆圆 运用智慧和冷静 采取一系列隐蔽措施 为子孙拓展生存空间的传说 那么还有哪些传说呢 第一个是为了躲避清朝搜捕 陈圆圆即是为脱逃的 吴三桂之子吴应林改了名 第二是为了取得当地势力的认可 和保护 陈圆圆亲自前往当地的 大树林苗族的大户陈家 请他们将她认作本家姑娘 也就是陈圆圆把苗族的陈氏 认作了娘家 而因为这层渊圆 所以才有了苗族的陈家 不与马家寨吴家通婚的规则 还有陈圆圆还与当地的吴家湾 洞族的吴姓大户 结成了亲戚关系 请他们承认 马家寨的吴家是洞族吴家的一支 这样更便于隐蔽等等等等吧 反正就是当年 陈圆圆采取了很多的办法 最终让吴三桂的后人 在贵州少数民族聚居的大山深处 得以安全的生存延续下去 那么这些说法靠不靠谱呢 应该说有些确实有点影子 比如说康熙20年 昆明城陷落的时候 清政府官员查朝平西王府 就发现陈圆圆已经失踪了 甚至就连她的名字 也在平西王府的户籍原策里消失 要知道当年陈圆圆不仅是一个 明阳四海的风云人物 在平西王府也是中心人物啊 而这样的人物却神秘的消失了 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陈圆圆早有安排啊 如果不是事先筹划 以她的身份是不可能消失的 如此的无影无踪 毫无痕迹的 另外当年在吴三桂身边 马宝是重量级人物 可是吴三桂战败之后 马宝也失踪了 不知去向 所以确实不能完全排除 当年在马宝的护送之下 陈圆圆带着吴氏子孙逃离云南 逃到贵州的大山里 躲藏起来的可能性 当然 马家寨的吴氏族群 究竟是不是吴三桂的后人 那座无门涅士的大墓 到底是不是真的陈圆圆墓 这些都还有待与专家去考证 而我们要说的是 无论古代还是现代 无论出身贫困还是富贵 女性唯有自强自力 运用智慧和思考 才能真正的掌握自己的命运 您说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 关注栏目的官方公众号 江西卫视经理团企 扫描屏幕下分的二维码 您不仅可以观看 往期精彩节目视频 还可以参加各种 线上线下的活动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